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消息俄军的进展不顺 俄军已经近似疯狂 据报道已经出现了他们开始轰炸民宅 甚至轰炸医院 毫无疑问 俄国法党的这场战争就是侵略战争 他所犯下的战争的罪行 我想总有一天会得到清算的 或者说 世界人民不会忘记俄国的这场罪恶 或者说普京犯下的这场战争罪行 正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那句话 得道多助 失道挂注 世界上已经有80多个国家的一个国家政府 已经开始谴责 不是 已经谴责 这个普京发动这场战争 谴责俄国 支持乌克兰人民进行抗战 已经有30多个国家 对乌克兰进行了经济援助 甚至是军事援助 包括美国 包括欧盟的 或者是纳托的这种很多国家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很多国家 据说战斗机都已经运过去了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报道 实际的录像 英国的军队运过来的武器 各个国家运的武器 很多导弹 对坦克战车的导弹 对飞机这种导弹 真是这个 怎么说呢 令人感到振奋 日本政府也不甘落后 积极的响应 主动的响应 这个美国和欧盟 把这个 俄国从Swift 就是以美元为基础单位的 这个国际经济活动 这个预算 踢出去的这个行动 日本也加入了 同时日本也向 这个乌克兰政府提供了 一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另外 这个国际军团 就是国际志愿军 已经组成 有一部分就是说 已经抵达了 这个乌克兰 我上次也说到 可惜我的年龄已经大了 如果我再年轻 我真的是也自己想走向前线 但是真的是没有这个可能了 很可惜 但是我的心 真的是和这些 为了捍卫正义 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的人们 是站在一起的 这次为什么得到了这么大的声援 首先还是乌克兰人民自己勇敢的抗战 勇敢的抗战 感动了世界人民 我们真的看到了 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 有很多年轻人 马上举行婚礼 婚后直接赶赴战场 有的这种战事 真的是董存瑞 为了炸毁桥梁 炸毁桥梁阻挡俄军的进攻 自己和这个炸药 抱着炸药一起去炸毁 这种自己献出的生命 炸毁桥梁 这事情出现在 就是克里米亚半岛通往 这个俄罗 就是乌克兰这方面 在这个道路上 这些事情呢 都是真的是不禁是 那个怎么说感动了 这种世界人民 俄罗斯军队自己的军心 也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创伤 或者是这种 大家动摇 俄国国内的反战的声音 也令我非常感动 现在正式的报道 俄国已经有90万人 签名反对这场战争 据说是已经有4000多 这种参加反战游行的 反战游行的 这个俄国的市民 遭到了逮捕 普京真是有点疯狂了 据说他已经不是据说 正式报道 他已经下令 下令他们的这种核部队 就是他称之为核意志部队 实际上是核威胁部队 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也就是说进入战备状态 当然是遭到了世界各国的 更遭到世界各国的同声的谴责 现在这个乌克兰的总统 也答应和这个俄国进行 这种停战谈判 我们应该理解 原因没有别的 因为战争进行一定会牺牲的 一定会有更多人付出生命的 首先要停战 停战的下一步是什么 我们再说 总之不能让更多人付出牺牲了 那么我今天要说的是 最主要我要谈的是 就在这样俄国普京政权 在世界上遇到了各国人民的 强烈的谴责 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 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 我们中国政府的做法是什么 我们中国人民的做法应该是什么 中国政府当然大家知道 至今还不愿用侵略二字 来谴责这场侵略战争 表现出非常非常的暧昧 据说日本的报纸报道 昨天习近平召集了一场 他们国内的会议 召集了高层的会议 只是要从经济上支持俄国 也就是说和法动侵略的人 要站在一起 我们明白 这个我在上一次的 已经谈到了 这场战争给了我们一个 历史的教训 是什么呢 是独裁者 专制主义体制的独裁者 他不顾人民的死活 不顾人民的利益 他没有正义感 他的话什么时候都不能相信 中国曾经说过 支持一个国家 主权国家的那种 主权的那种完整 现在呢 当一个主权国家 受到侵略的时候 他是如何表现的呢 当年乌克兰 当年乌克兰 在这个放弃核武器的时候 中国作为五大常人理事国之一 公然承诺 公然承诺 承诺要保护 这乌克兰的这种安全 同时在 我们也看到了 一个什么 二零多少年的时候 2003年 中国公然说 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打印 就是唯一打印 当乌克兰受到核威胁的时候 他对乌克兰进行保护 给乌克兰提供 核保护伞的国家 这是他们自己说的 但是在今天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这就是一个独裁的国家 能够做的事情 那么中国的很多的 网友我看的时候 实在是让我非常的伤心 网上是一片叫好之声 对这个侵略战争 有的人疯狂的 肉麻的吹捧 普京 当然 这些人我也知道 他们一方面是 因为这种消息的封锁 不知道真正的内容 是被洗脑的结果 但是更多的人我看到 是想投机 是想借机讨好中国政府 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 中国政府会如何表态的 如何表态的 在会上公开说的这句话 中俄关系不是盟友 胜似盟友 真的 确实是 中国和俄国 也就是两国的政权 普京政权 也就是一对罪恶的盟友 他们能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什么 就是一种罪恶 就是一种侵略 就是一种非正义 这个 所以呢 这个 我们的很多网友吧 可能是对中国政府 这种做法 或者是什么 是心灵意会 为了讨好政府 为了怎么说呢 能够 怎么说呢 能够得到一些狗粮吧 或者说 也许通过这种 获得一些流量吧 所以是真实 怎么说呢 在这个俄国这种侵略的战争 侵略战争面前 居然都不能够 主持正义 不能够站到一个正义的立场上来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是告诉大家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我们是在 我们这种做的时候 说的话 写的文字 实际上都是留下来的 都是留下来的 我当年也相信 中国会走向一个民主 所以我对当年的政府 也抱有很多的那种期待 所以说话的批评的这种 批评的这个力度 真的总是给自己 尽量的降低下来 以便留有这样的一些余地 灰仙余地 没有想到 真的是不断的让我们失望 不断让我们失望 所以我才走到今天这样的 公然的批评的这种态度 或者说公然批判的态度 这个才能够 那个才说出这样的话来 不是批评政府 也不是站在政府 是不是站在政府 或者是批评政府这样的问题 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做一个人 是不是需要主持正义 我刚才说的 我们做的视频也罢 我们写的书也罢 都是要留下来的 留下来的 你们今天也许这样说了 回头再想一想 自己的这样的事情 会不会感到后悔呢 会不会感到耻辱呢 总之 支持俄国这场战争 认为自己的中国的政府 会支持下去的人 你们走着看 你们走着看 这场战争 不论它的结果是怎么样 它会最终会在 这个会受到审判的 普京发动战争 这场战争 它会受到审判的 你们这种做法 实际上也把中国政府 闹得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因为大多数的国家 已经是清楚的表明 是怎么说呢 那个这个背后站的是 这场侵略战争 背后站的是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中国 中国政府在暗中支持 就说中国政府在支持罪恶 支持侵略 中国政府真的想要在世界上 再重新再来什么的时候 这场战争对得的损害 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得到一种 它要恢复一个正面形象的时候 它只有很快的 怎么说的 战斗 所以的不是战斗 很快的 要摆脱和这样普京的一个摆清 说清楚和普京的关系 我们不太知道它会发展到哪一个方面 但是在发展到哪一个方面的时候 它都不会顾及你们这些 走狗们的 走狗们的这些 怎么说的 那种 你们的处境会怎么办呢 会遇到什么样的处境的 总之我要给大家说就说一点 在一场侵略战争面前 我们应该 应该 站在 哪一个方面呢 不是政府 不是政府这样说就让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思考 我们应该凭着自己做人 一个良心来进行判断 我们要留下一些不要给我们自己 不要给我们的后代抹黑的一些东西 要记住 要记住 我们今天做的 写的 说的 很多东西 是要留给后代 让我们的子孙们来进行谈谈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站在正义一方 好 这是我要给大家说的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